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 有本事的人往往无依无靠 一起来听 人生呢就好像是漂泊在海上的船只 掌舵的人才是掌握自己人生的人 人生是什么模样 取决于你的心态和你的能力 如果心中有梦想 遭遇了挫折 就不敢再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前行 不敢付出努力去行动 永远无法活成想要的样子 人生这一辈子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瓦尔德在自身身处中这样说过 你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错误的借口 那么不久之后 你就会为自己再找到一百个借口 人这一生最需要战胜的人是自己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众生皆苦 唯有自度 困难想弹簧 你弱他就强 你强他就弱 如果你看见弹簧就跑 那么此生注定碌碌无为 依赖别人会阻碍自己成长 电视剧最续中 苏星文属于苏家二房之子 也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对于经商他只懂些皮毛 自己没什么本事还总是闯祸 每次遇到问题就躲在他垫背后 依靠家里人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 即便已经到了儿立之年 依然不能独当一面 正是因为苏星文总是习惯了依赖家人 才让他停止了成长 当一个人总是依赖别人时 那么内心便永远得不到锻炼 如果遇事总觉得会有人帮助自己 而不靠自己去努力 会慢慢的失去独立的能力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依赖型人格 过强的依赖心理会导致一个人成长速度减慢 过强的依赖心理会让人在面临自己需要做决断的时候 犹犹豫豫 畏受畏畏 不敢直面困难 宁愿在困境中止步不前 等待救援 也不愿意自己想办法 依赖别人会在面对难题时 缺少了面对的勇气 把自我的缺点无限放大 却难以发现自己的优点 在极度自卑自负的情况下 慢慢的成为了懦弱的人 一个人的失败 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敌人多么强大 而是输给了自己 靠自己人生路更稳妥 哥德曾说过 我们虽然可以靠父母和亲戚的庇护而成长 依赖兄弟和好友 借交友的福祝 因爱人获得幸福 但是无论如何 归根结底 人类还是要依靠自己 人生路漫漫 总有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孤立无援 最好的依靠就是自己 当自己实实在在的去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 才会获得成长 时间久了 面对社会的现实 总有自己的一套处事之道 人生路上 一个人最好的依赖 是依赖自己 爱我们的人 不会一直在身边 我们终究要学会独立和坚强 人生在世 靠自己走出来的人生路 更稳妥 也更令人踏实 至少面对未来 不必再害怕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 请学会靠自己 多锻炼自己 去做任何想做的事 成就自己 要相信天无决人之路 所经历的一切困难 都将会成为照亮前方道路的一盏明灯 我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化敌为友 义无反顾地向前走 学会靠自己的人 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不会在面对困难时产生畏惧 会更有信心打败困难 获得更好的人生 无依无靠的人 更容易成功 罗曼罗兰说过 人生是艰苦的 对于不甘于平庸反俗的人 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 往往是悲惨的 没有光滑的 没有幸福的 在孤独与寂静中展开的斗争 他们往往只能靠自己 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年幼时 一场大病 使他失去了视觉和听觉 从此人生陷入了黑暗中 本以为他会就此向命运服输 可是他没有 机缘巧合之下 他的恩师寄予了他新的希望 从此之后 海伦凯勒凭借触觉与外界交流 练习发音 学习文字 他靠自己的努力 完成了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从此 他的世界重新出现了光 无依无靠的人更容易成功 当一个人失去依靠后 想改变命运 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 因为没有依靠 没有退路 只有靠自己去努力 靠自己去争一个明天 人活于世 即便是有肩膀可以依靠 也要学会让自己成为无依无靠的人 靠自己去争取一个明天 人生路上 没有依靠 只能靠自己去努力 便能全力以赴 实现自我价值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唯有靠自己的时候 才不会担心谁离了水会影响现状 不曾依靠过 又何必担心对方的离去呢 有本事的人往往无依无靠 有本事的人 从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而是把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任凭风雨来势汹汹 也依旧能够勇敢面对 人在最无助的时候 才会狠狠地逼自己一把 心中的信念也会越来越强 无依无靠的时候 才有力量和信心 在逆境中乘风破浪 扭转命运的齿轮 人生路上 起起落落是常态 人生充满了挑战 扛住了压力 就有了前进的动力 万事开头难 熬过去 总会有一天出人头地的 朋友们 我们共勉